这么说好了 阿玉废陀说 当你的身心灵是平衡的时候 你的OJAS的量是正常的 你的心的品质 是会维持在SATVIC 纯净的这个状态之下 会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当你听到别人 不管是你的同行 或者是你的后辈 或者是你的前辈 他有好的发展的时候 你会为了他开心 你会觉得 你会真的会打从心里面觉得 很替他开心 而不是说 哎呀 他为什么这么好 可以有这样子 可是我都没有 或者是说怨天有人说 啊对啦 他一定是因为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他才可以有这样子 也这样子这样的表现 如果我今天也可以做 什么什么事情的话 我的一定会比他更厉害 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 比较心或者是嫉妒心的出现 你会很全然的为对方开心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处在你身心的平衡状态之下 你知道对方可以达到那样子的 可以做出那样子的成果 是因为他之前一定有他的努力 说不定那个成果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 而你要做的事情或许跟那个人不一样 你可以在 你会 你可以在为了替对方开心的同时 专注于更专注在你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上 所以阿玉废陀 我自己开始学习阿玉废陀到现在 我觉得一步一步一步感受到的真的是 当你的身心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 你会越来越对你的生活跟每一个生命体 不管是人类或者是路边的花草 你会越来越存有感谢之心 你会了解到能够存在于存在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件无上的喜悦 所以即使你今天完全不了解阿玉废陀 可是你在生活当中 因为你慢慢去改变你对于生活一些事物的看法 因为你可能练习了瑜伽 然后瑜伽当中的某些呼吸法或是体味法 有协助到你慢慢去改变你看事物的方法 而你也开始对于你人生中的一切充满了喜悦跟感谢之后 我会说其实你已经开始在过阿玉废陀的人生